哈嘍大家好,我們是MateParner 在我們製作完防晒實驗室的系列影片以後 本來以為已經解決了大部分的長久以來的問題 像是擦防曬以後要不要等待 多久要補擦,化妝品的防曬效果等等 但沒想到在這之後還是收到超多像雪花片飛來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想要看哪個主題是 臉上常常長痘痘或是粉刺的朋友 該如何面對防曬這件事情 有這個困擾的朋友其實心裡常常是很煎熬的 因為明明就知道太陽會把皮膚曬上曬老 但是擦上防曬乳又擔心會阻塞毛孔 臉上的痘痘完全好不了甚至更嚴重 上一集看完已經覺得人生很難了 這下不是更絕望嗎 但是其實只要建立起觀念 還是可以做好防曬又不傷皮膚 那今天就跟大家小聊一下吧 回答這個問題以前 要先知道生成青春痘的四大成因 簡單來說就是怕油怕不透氣嘛 像最近中午可怕的高溫 史上最熱的五月份 今天真的好熱啊 好熱好熱熱到不行 讓皮膚表面溫度升高 皮脂分泌就會變多 就比較油嘛 陽光中的紫外線也會影響皮膚的狡化 異常狡化的表面你可以想像成是一群架流亂七八糟的鐵皮屋 可能會影響毛囊的堵塞 坐床感菌其實是厭氧性的 就是躺陰氧氣嘛 所以在這麼封閉低氧的環境 反而會增加他們的活性 他們一嗨起來 就會在你的皮膚上面開趴 所以你如果是油脂分泌旺盛 常常長粉刺或是青日痘的人 要做的就是讓你的皮膚表面 不那麼適合坐床感菌開趴 等一下 那防曬油會不會影響毛囊 嗯...有可能啊 那你求婚就可以不用防曬了吧 對吧對吧 還是要防曬喔 不是啦 高溫會出油 曬久了也會腳踝異常 做好防曬還是可以減緩紫外線造成的青春痘惡化的 防曬的方式也不是只有擦防曬有一種嘛 這邊有個口訣 A.Avoid 避免在上午時間到下午兩點進行超過二十分鐘的戶外活動 B.Block 為出發塗抹防曬產品 依所處的環境 選擇適合的防曬系數 並刺激的補插 C.Cover 出門曝曬陽光時 要為肌膚提供適當的遮蔽物 痘痘粉刺激的人 應該要優先考慮A和C B的話盡量挑選質地不那麼油膩厚重 不添加不必要的香料色素 低刺激性的清爽性的防曬 但如果是嚴重的青春痘感染的狀況 C.C.的物理性的遮蔽 像是帽子、墨鏡 但未必要使用防曬乳 至於物理性和化學性的防曬的選擇 也很多人在問 有一些號稱是專家的人會說 物理性的防曬比較安全 更適合青春痘的患者 也有人說化學性的防曬比較不油 才是適合這些人的 但其實都不能這樣斷定 會影響青春痘不只是單一防曬成分本身 整體的配方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無論是物理性還是化學性防曬 都可以考慮 原則上 對改善粉絲和青春痘的人來說 選擇清爽、不油膩 讓臉上有個透氣的環境 坐穿桿菌就嗨不了 開不老趴啦 最後幫大家複習口訣 A.B.C. A. Avoid You are suggested to avoid outdoor activities during midnight hour B.Block Remember to apply some screen to block UV light when staying outside C.Cover Cover the body with closings, a hat, and sunglasses It's super hot out there 今天的單字有沒有學起來呢 那我們上課後再見囉 Bye Bye What the 我們是Mate Partner 有一群醫師、藥師、營養師、化妝品配方式組成的專業團隊 如果想看更多保養保健、瘦身的知識教學 迷思破解 還有偶爾打臉不笑場上的影片 歡迎留言按讚分享 也別忘了按下訂閱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追蹤最新的影片喔